放眼望去可以看到马路边停放了一整排的计程车 以为并讲将车暂时停在这里 但上前仔细一看每辆车都积满灰尘 有些还生锈 似乎已经很久没有开过 这里是基隆中正区的建国里 二姓中学旁边的立德路上 计程车全都秀实斑斑 车盖上不仅全是枯萎的落叶 拿起雨摔一看更直接变色 上面还能清楚看见厚厚的台线 有些计程车的轮胎也已经开始泄气 明显停放好一段时间 去年底这些计程车原本停放在祥峰街的两侧 之后在居民不断的抗议之下才改到立德路 只是到底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计程车 业者表示是因为之前疫情关系 找不到司机车才会都闲置下来 业者认为一切都有按照法规有缴税也有定期验车 反问其他车辆可以停 为何计程车不能停 我们建议机关的立场呢 当然是希望号牌做一个正常的管理 如果有民众来检举 我们就是一样贴通知书 请他移车 如果是七天内没有移的话 就是我们会请环保局来脱掉 居民认为这排挤到其他想停车的民众 希望能有更折中的方式 避免长时间占用道路 TVBS新闻刘欣奎何云婷 基隆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